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流行趋势》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泡泡秀来袭,复古与现代的碰撞 二,猫眼镜矿,眼神里的神秘力量 三,霓虹唇彩,唇上的未来科技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泡泡秀来袭,复古与现代的碰撞 各位时尚爱好者 历史迷和那些偶尔在衣柜里寻找灵感的朋友们聚焦一下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时尚界的大泡泡 没错,就是泡泡秀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 回到了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 那时候,泡泡秀,或者叫做蓬蓬秀,灯笼秀 是女性时尚的重要标志 想象一下那些穿着华丽礼服 肩上蓬松袖子的女士们 优雅地在舞会上翩翩起舞 泡泡秀不仅是时尚的象征 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展示 毕竟,如果你的袖子足够大 那么你肯定不需要亲自下厨或做家务,对吧 但是,时光仍然 泡泡秀也经历了起起落落 进入20世纪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泡泡秀逐渐退出了时尚舞台 被更实用,简洁的服装设计所取代 然而,时尚界有一个不变的真理 一切旧的终将成为新的趋势 快进到21世纪 泡泡秀再次来袭 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回归时尚前沿 设计师们将复古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 创造出既有历史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泡泡秀设计 这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致敬 也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探索 现代的泡泡秀不再是那种 会让你在门框上卡住的巨型装饰 而是更加精致,实用 它们出现在T恤,连衣裙,甚至是休闲夹克上 无论是微妙的蓬松,还是夸张的设计 都能为穿着者增添一抹独特的风格 有趣的是,泡泡秀的回归 也让我们看到了时尚界的幽默感 设计师们似乎在说 嘿,记得那些曾经被嘲笑的老实笑子吗 现在,它们又酷又热门了 这就像是时尚界的一场复仇 昨日的过时之物,今日的潮流宠 总之,泡泡秀的复兴 是复古与现代的完美碰撞 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新解读 和对未来的一种大胆预测 它提醒我们,时尚是循环的 每一个看似不合时宜的设计 最终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潮流 所以,下次当你翻看衣柜 看到那件被遗忘的泡泡秀衣服时 不妨笑着给它一个新的机会 毕竟,谁知道呢 它可能正是你成为街头最酷的那个人的秘密武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猫眼镜框 眼神里的神秘力量 各位亲爱的学生,历史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游民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既神秘又时尚的话题 猫眼镜框 这种眼镜框不仅能够让人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种不可言喻的魅力 还能让穿戴者在任何聚会中成为众人主目的焦点 但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 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时尚单品的历史 猫眼镜框最早出现在20世纪 40年代末到50年代 当时的女性开始追求一种新的自我表达方式 而这种眼镜框正好迎合了她们的需求 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猫咪的眼睛 那种上扬的形状不仅能够修饰脸型 还能够增添一种神秘而诱人的气质 可以说猫眼镜框是那个时代女性解放的一个小小标志 但是这种眼镜框并不是一直都风光无限 随着时代的变迁 她也经历了一段被人遗忘的黑暗时期 直到21世纪初 随着复古风的兴起 猫眼镜框再次回到了时尚舞台 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受欢迎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猫眼镜框的神秘力量 首先它能够让穿戴者的眼神看起来更加深邃 仿佛藏住一个秘密的世界 其次 它的独特设计能够让人的五官看起来更加立体 增添几分高贵的气质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 猫眼镜框还有一种魔力 能够让穿戴者在任何场合都自信满满 就像是一只准备捕猎的猎豹 随时都充满了力量和魅力 当然 这种眼镜框并不是人人都能驾驭的 它需要穿戴者有一定的气场和自信 才能够完美展现出它的魅力 所以 如果你打算尝试这种眼镜框 既得先在镜子前练习几个自信的眼神 这样才能够让你的猫眼镜框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时尚是一个轮回 但每一次它回来的时候 都会带出一些心内元素 猫眼镜框也不例外 它不仅是一个时尚单品 更是一个文化符号 代表着女性的独立和自信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有人带住猫眼镜框 不妨给它一个赞赏的眼神 因为它可能正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宣告住自己的独特和力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霓虹唇彩 唇上的未来科技 各位亲爱的时尚爱好者 科技迷 以及对于唇彩有助无限好奇心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一个让人唇角上扬的话题 霓虹唇彩 唇上的未来科技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唇彩 这个自古以来就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的化妆品 从古埃及的碾碎昆虫与矿物制制成的唇膏 到二十世纪流行的各式唇膏颜色 它不仅仅是一种装饰 更是一种表达自我 展现时代风貌的方式 而今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唇彩也迎来了它的科技革命 霓虹唇彩 霓虹唇彩 顾名思义 它们就像是夜晚霓虹灯一样 在你的唇上闪烁着光芒 这种唇彩融合了最新的光学科技和化妆品创新 让你的嘴唇不仅仅是色彩的载体 更是一个发光的艺术品 想象一下 当你走进一间昏暗的酒吧 或是在夜晚的派对中 那些频繁的唇膏颜色 可能会显得暗淡无光 但是霓虹唇彩却能让你成为众人焦点 它们通过特殊的光学材料 能够在黑暗中发出柔和的光芒 就像是你的嘴唇开了个小型的迪斯科舞会 而且 这些唇彩不仅仅是闪闪发光 那么简单 科技的加持让它们拥有了更多的功能 比如根据你的体温和心情变换颜色 或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式 来自定义你想要的闪光模式 你可以选择让它们随助音乐的节奏闪烁 或者在特定的时刻发出特定的颜色 让你的唇彩不仅仅是化妆品 更是一种个性化的科技配件 当然 这些高科技唇彩也考虑到了实用性 它们通常使用安全的材料制成 并且保证了长时间的舒适佩戴 不会因为加入了科技元素 而忽略了基本的保湿和滋养功能 最后 让我们一丝幽默来 结束这场唇彩科技的探索之旅 想想看 如果未来的某一天 你的唇彩能够连接到社交媒体 根据你的点赞数量来改变颜色 那么让我看看你的唇色 我就知道你在网络上有多火这句话 可能就不再是玩笑了 不过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让我们先享受 霓虹唇彩带来的光彩夺墨吧 总之 泡泡秀 猫眼镜矿和霓虹唇彩 都是时尚界的热门趋势 展示了复古与现代的碰撞 历史的重演和科技的革新 它们的复兴和创新 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了过去的魅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性 时尚就是这样 每一个过时的设计 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潮流 所以 不要犹豫 大胆尝试这些时尚单品 展示你的独特风格和自信魅力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复古与现代碰撞的时尚趋势 有什么看法 你们会尝试这些时尚单品吗 快来和我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